我解决什么问题啊? 就是我每次要睡觉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搞醒 以前就是一开始睡一次 现在就是会好几次 一睡就把我搞醒 一睡就会把我搞醒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鸭 脖子很长啊 咬你的脖子 它的嘴巴咬你脖子 咬你脖子 它的长嘴巴咬你脖子 咬你脖子 咬你脖子 你躺在那边睡的时候 它的长嘴巴嘴巴很长啊 很长的嘴巴就把你前面给夹住了 夹住了气喘不过来了 夹在前面就这里 看得见吗? 夹在这里啊 夹着气喘不过来你就醒了 喘不过来就醒了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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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鸭 那个鸭的脖子很长 你以前吃的那个 鸭脖子 所以说现在那个鸭脖子伸过来 它可以带你 实际上它有本事带你脖子绕几圈啊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它的那个脖子直接 压嘴巴来咬你 压嘴巴在咬你 压嘴巴在咬你啊 好像我以前说起过 你在那个 是北京那个烤鸭店啊 上次排你女儿啊 你排你的时候也是见过一个人啊 是你女儿还是你女儿啊 呃 是我 你后来又吃过鸭脖子啊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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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现在来 上次是干什么 这次来咬你 咬你那个 咬你这里了 夹你也不是叫咬你 夹你 夹你 这样 这个地方 对吗 嗯 上次是干什么 上次 上次好像 呃 我记得有压来 也不知道来干什么事 是 后来我就没有吃过了 那个 就这边夹这里了 夹这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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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夹这里了 你们那个吃 吃那个鸭 吃鸭脖子啊 吃鸭脖子就是 他 鸭脖子啊 啊 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考验的 另外一个地方 那鸭脖子啊 夹鸭脖子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夹子啊 夹子去夹那个鸭脖子 拿那个 像自助餐这么的之类的 有鸭脖子在那边啊 用那个夹子来夹 把它夹起来 现在她呢 她的嘴巴都不来夹你了 都不来夹你了 都不来夹你了 好 那你是不是同他说 说的怎么办呢 你肯定是你错的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吃你 对不起 我不应该吃你 对 你对她说 我不应该用夹子夹你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夹子夹你 我不应该用夹子夹你的脖子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夹子夹你的脖子 在餐厅里面有一个夹汤 你夹着他的脖子,他到过来也夹你脖子了 他用他的嘴巴来夹你脖子 对了,很像那个,就像嘴巴一样的东西 你夹着他,他也来夹你了 明白了吧? 你对他说,对不起,我应该又夹着你的脖子 对不起,我应该又夹着你的脖子 你说,我夹你的脖子在先 你夹我的脖子在后 然后你说,我夹你,你也夹我 我夹你,你也夹我 我夹你,你也夹我 现在我知道,是我夹你在先 现在我知道,是我夹你在先 我夹你,使你不高兴,你也来夹我了 我夹你,使你不高兴,也来夹我了 是我错了,我不应该来夹你 嗯,说错了,我不应该来夹你 嗯,说错了,我不应该来夹你 嗯 然后,你对他说,我不应该拿了上面佔了好多酱的夹子来夹你 你知道吗,那个鸭子的椰毛啊 鸭子的椰毛啊,最怕酱这类的东西就会粘住了 所以那个鸭子在水里,总是把那个椰毛洗得干干净 这样就一片一片椰毛都能分得开啊 现在你夹的时候,那个夹子是夹其他东西的 上面那个油啊,酱不是油啊 那个酱黏糊糊的,他觉得难受啊 一边来夹你,一边来称那个 把他身上椰毛上的脏的东西就来称啊 在这个地方,来称啊 所以把他夹到身上的脖子那一带的东西,把它称干净了 一边夹一边称啊 你说我不应该把酱碰到你身上 对不起,我不应该把酱碰到你身上 我不应该把酱碰到你身上 我不应该把酱碰到你身上 嗯 我不应该用酱碰到你身上 我不应该用酱碰到你身上 吃完以后,那个... 你不碰他太不碰你,碰一下子那个... 掉下去了 那个像压脖子一样的嘴巴就掉下去,掉地上了 掉地上了 你认出了以后,也是不加酱了,他就... 他就掉下来了,他说你... 他在地上,他掉在地上,你说我把你身上的酱搞干净 我把你身上的酱搞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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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慢慢慢慢就走了,走了 走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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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现在压脖子走掉了 有时间压着灵魂,灵魂过来走掉了 我先把这个摄像机关了啊 垃圾 Pow